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议会行程更遇到意外插曲 为什么你的贺电回韩 连中华民国也拿掉 你难道不是红统吗 抗议人士闯进新北市议会 痛批朱立伦是红统 正因为前一天朱立伦当选新任主席之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贺电里 首度出现为国家谋统一 而朱立伦复电中特地写的求同遵义 这四个字却在中国官媒新华社报导中 被消失 不仅如此 就连贺电日期前 也没加上民国两个字都被算报 中国军机军舰一再绕台 能为国家讲话的机会 不好好的讲 反而复合中国的这种情形 实在令人失望 人家已经说到国家统一 直接用贺电亲蒙打猴 然后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 批评自己的执政党政府说 是因为民进党抗中 我觉得真的是本末导致 面对民进党批评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拿出宜兰地劫 美国姐妹式公文 批评小英总统没写民国 但实际看 职称挂的却是中华民国总统 蔡英文总统的求同存益 请问蔡总统 你有在求同吗 你每天只是希望用对抗 用反中抗中 获取你的政治利益 蓝星党魁还没走马上任 内外问题夹杀 已让他交头浪 三连选文派传 瑞瑞瑞瑞小组 新北台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